拿着手摇旗 严陆辉 还有人背着柯文哲 重达七公斤的巨型充气人偶 商圈内长长的队伍 形成另类贪食蛇 这不是游行 而是民众党支持者 自发响应的徒步活动 仔细看 里头大多都是年轻面孔 过去以来 柯文哲主席 第一个他讲话 年轻人听得懂 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 政治人物跟他们之间 是要没有距离的 柯文哲说的话 年轻人听得懂 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要从政策政见 跟过去曾经做过的事 以及如何让年轻人 知道我们未来想做什么事情 更希望能够从一拉五 再拉到十 这样的数字慢慢的去做扩散 除了直播开讲 串联线上线下 也陆续推出针对青年政见 没有传统政治人物的框架 年轻票源 一直是民众党本命区 只不过从民调趋势来看 柯文哲在蓝白河破局之后 支持度就出现一波明显跌势 虽然目前有稳住基本盘 但是年轻族群选票 似乎出现松动 尤其不管是蓝还是绿 都正抢食这块大饼 不只情跑路站 赖清德同步积极经营空站 上网路节目配合演出放超开 透过社群传播力量 争取流失的年轻族群支持 至于国民党这一头 也要力拼突破统温层 谢谢学生会的辛苦 还有政大校方 政大 城大 台中一中 全台各地至少十所学校 接洽演讲 以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领头 平凡前进校园 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 强化论述 包括了居住正义 低薪困境等等 就是要激紧抢攻 来赢最弱的年轻选票 左拉右抢 有没有效 摊开数字上来看 根据TVBS民意调查中心 12月15到21号的调查 20到29岁 年轻选民支持科盈配的比例 在连几次的下滑之后 有反弹迹象 回升了7个百分点 再度重回过半的支持 而赖肖配则下滑5个百分点 掌握24%的支持 至于侯康配则是一路慢慢爬升 目前已经有13% 年轻选票一定都是 兵家逼争之地 只是因为过去 在传统蓝绿的结构里面 那青年通常有的是 所谓的永远的在野党 或者说他们是永远的变色龙 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政党倾向 所以各个阵营 想要抓住他们 却又抓不住 那在这一次呢 因为有一个比如说 比较是非蓝非绿的科文者 而他比较对 这种所谓的年轻人的位 那能不能让这种所谓的政策 化为选票 我想这个对选情来讲 会是最后关头的一个关键 看看2020总统大选 蔡英文的817万票当中 就有20万人是年轻中间选民 四年过后 面对即将要到来的选战 台湾年轻选民 也无疑是2024关键变数 体育新闻余信翰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